迎接2016印尼雅加达台湾学校举办元旦升旗典礼 大批侨胞挥舞国旗高唱国歌现场骑海飘扬 驻印尼代表张良任指出 今年有1000名印尼华侨赴台求学 未来双方将继续推广教育合作 他也期许新的一年台湾和印尼政府就经贸投资 以及免除关税达成协议 希望能够跟印尼政府能够就经贸的投资贸易 或是免除一些关税障碍方面 能达成一些进一步的协议 当然我们也希望印尼政府对于我们要加入RCEP 能够帮我们一把 南韩华侨也在汉城举行元旦新年餐会 驻韩代表时定表示 韩国外国语大学将提供全额奖学金 加会南韩侨胞学子 另外由前南韩驻台大使金系主导的金酒财团 将在台大设立论坛讲座 持续加强双边关系 金酒财团决定既在美国哈佛大学 在斯坦克大学之后 再跟台大设立金酒论坛 同时设立金信大使的讲座 未来我们也希望面对将来 对严慕齐年轻一代怎么样加强双方的关系 泰国台商则在美南河畔举行元旦晚会 成立二十年的泰国新年仪会 邀请各政党的旅泰台商一同庆祝 呼吁侨胞在今年的总统和立委选举 踊跃反台投票 希望在这个1月16号能够呼吁 在泰国的华人朋友们台商朋友们 能够回台湾投票 行使我们公民英俊的责任跟义务 选出我们心中的候选人 活动最后美南河畔 释放长达二十分钟的烟火 僑胞在中华民国送的歌声中 迎接新年到来